1996年 邱仁慧一生 透过马背上医生医疗计划 开启了他 与青藏高原牧民们的珍贵情缘 从挖虫草的女孩 到这一本高原台北青藏盆地 邱医生的厨房间 让人体会到行医者的人心人数 欢迎收看经典的TV 大家好 我是经典杂志的总编辑王时红 在我们这一期的经典书在里面 我们帮他介绍一本非常非常特别的书 他的书名叫做 《高原台北青藏盆地》 邱医师的厨房间 实际上邱医师是我18年来的 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这本书谈的是我们过去在18年 在青藏高原做一个基础医疗 援助的一个故事的第二本书 他在写第一本书的时候 我并没有把它找上节目 因为我觉得写他第一本书 只是可能它是一个文票的性质 但是他很快的两年之后第二本书出来的 我才觉得这教授是完真的 那我发现实际上他的文采蛮好的 我们欢迎我们这期的来宾 我们农总的一般外科的特约组织医师 我们阳明大学的教授 邱仁辉邱教授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邱仁辉医生 台北荣总一般外科特约组织医师 阳明大学传医所教授 开设乳癌整合医疗门诊 1996年起 与王志宏共同执行藏友会 马背上医生的医疗计划 在四川省甘孜州 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 培训当地基层医疗人员 守护高原莫名的健康 从1996年至今经历18年 穿过40万平方公里 进入青藏高原的邱仁辉医生 累积了不少与藏族莫名的珍贵故事 第一本《挖虫草的女孩》中 述说了偏远地区 缺医少药的现实困境 也冲击了邱仁辉身为医者的信念 如今续集 高原台北青藏盆地 邱医生的厨房间 邱仁慧医生将在四川省甘孜州 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体悟 和所见所闻 转化运用在台北看诊的医疗现场 现代医疗与传统医学的互相违用 并结肠补短 不管是在台北盆地 或是在青藏高原 都是希望尽快达成让患者早日离苦得乐的心愿 实际上这本书是跟你第一本的 什么蛙虫草的理解上有一点不一样 那本是结合你在青藏高原的所见所闻 自己内心的反思 还有在有点像是收齐 玩语收齐这样的感觉 但在接下来这本写的话 我们把你下了一个title叫做处方签 等于是说你常常在很多的案例 在台北这边所看病患的案例 会回想到青藏高原 那借由这样子持空间的转换的时候 我觉得你好像在这本书上 就是多得好像是一个任意门 这样子可以在两地之间很有趣的转移 所以从第一本书到第二本书 这个过程之间是什么 ideal让你我来把第二本书写出来 在写第一本书的时候 我根本没有想要后写第二本书 是啊 就是有点像是玩票性的 可是最主要在写第二本书的时候 其实一直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在写第一本书的时候 那时候我记得在演讲的时候 碰到台下观众他会问说 你既然去帮助大陆人 为什么不帮助台湾人 是 那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讲 我一直在寻找这个答案 所以至于第二本书后 我就想说回答就是说 可不可以来帮助台湾的人 那我想因为后来我在做 癌症的整合医疗 我觉得这一部分的话 对癌症的病人 尤其他家属 他可能会碰到一些比较 在生死挣扎的这个关键上面 他们会觉得比较痛苦 或是比较不知道如何面对 那我就会想把我的这个经验 跟他的用很多的故事 包括藏族或是汉族的故事 其实在这个里面 有很多是其实是相同的 那我举例例如说 像癌症 面对癌症的病人的时候 他们藏族会去求神问补 然后甚至会用一些偏方 那我想在台北的地方 还是有这样子的 这是共同的 所以我想说用不同的故事 在台北或是在藏族那边 然后用 想传达在第二本书的时候 传达一些比较偏向于 正确的知识跟态度 来面对癌症 老师他们在那边做的服务就 就非常非常的 就based on 当地人的需要 因为常常我们去做 短期的疫诊的时候 我们就 就是带着西医的想法 西医的概念进去 然后用我们的眼光 去看他们需要什么 然后提供我们所认为 他们需要的事情 可是 常常这样子对他们的 生活习惯或是就医习惯 都是一种 一种干扰 甚至对当地的医病关系 也是一种就是 很粗鲁的介入方式 对啊 然后 老师他们用 马背上的医生这种方式 就是当书清老师细讲的时候 也会让我重新对 自己要去的 那块服务的地方 就是重新用不同角度 去思考 因为老师就会说 就是 你要给当地的医疗帮助 你必须要做的是 先了解当地的医疗 他们面对问题的时候 用什么方式去处理 然后西医的方法 要对他们做的呢 就是结偿不断 而不是 完全替代当地原本的做法 我们一般大家认为说 在做一些国际上的援助的时候 有时候就去了一两次 都觉得自己做一些事情 但是有时候会发现说 实际上一个好的计划 实际上要非常非常的长 长到大概有十年 为一个标的 你才看到 真正有点点缓慢的改善 因为我们还是属于 在那么大的尺堂里面 是住进几滴水而已 所以我们可以在区域性能 慢慢地扩散 在很多场的影响上会谈到说 我们在那边看到 我们尼玛医生 去看到病患来敲门来问诊 说要去看他被牛顶上的医生 他骑个马一去来回 一去就两天 回来两天 那不见得会收到钱 那这样的一个思维的时候 你从这个亡诊的过程的一个 这个东西扩得到你爸爸 你爸爸以前也是一个医生 他也是在大年初一 是不是 带你去看一个小女孩 得重症的小女孩 所以这个亡诊的过程之间 跟在我们乡村医生的 亡诊的过程之间 那你对看病的关系 好像有一种不同的 新的一个体悟 我觉得为什么会特别写亡诊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 因为在藏族那个地方 就是像刚刚提到的 你可能来回就是很久 所以其实我们的马背上的医生 其实就是一个亡诊的 那在日语就是翁进翁进这样 那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 就是说医生出去都要去看病人 那在台北市 现在这种亡诊 几乎非常非常少 那尤其在我父亲那时代的话 那种等于是有点像日式教育 这种亡诊 就是带着医生的皮箱 然后去帮病人看 那我觉得这种是 主动出击的一个态度 那我觉得这种亡诊的态度 在目前的 我觉得最大我想表达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医病关系 就是那种医病关系 是非常非常自然的 那很多的亡诊里面 他会发现说 他的病人对医生的感谢 其实不是用金钱 他可能是用两根虫草 或者说可能经过很久了以后 就一个一头猫牛就给你 可是在台湾现在的医病关系 老实讲是比较日渐衰微 那这一点我觉得 在从看我父亲那样子过来 到现在 我觉得会有点难过 那我是希望利用这本书 写的这种完整的态度 希望告诉以后的 或是希望利用这样子的改善 来改善这个目前的医病关系 我偶然上网查老师才发现 原来老师在清淡公园 就是有十五年间 就是我非常的惊讶 然后我那时候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自己有想要 就是希望有机会可以出服务队 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马上 就把邱老师请到系上 跟同学做一个演讲 就讲他这个经验 对所以就是其实 在演讲当中我也是 就是有感受到老师平常 就是他可以看起来 就是非常的温文如雅 然后可以跟我们讲很多 传统医学或什么的知识 可是另外他也是对于 就我觉得要去做这样的服务 就这么久 他必须要有一个 非常热忱的心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两个在他是结合很好 本身是一个西医的一个训练 那你也曾经是 在阳明大学里面的传统传医所 当过所长 现在也是当一个教授 这样的概念上 我们来谈另外一个另类医疗 在主流的医学 现在的一个概念是什么样 我们常常讲补充另类疗法 那个是在指 国外的那个定义 那国外的定义里面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定义 就是说非法律规范 或是非教育制度 的保障下面的话 它就叫做另类医学 可是相对于台湾的话 中医 其实有中医教育制度 有中医的法规制度 所以中医在台湾 并不是另类疗法 所以用这样的概念的话 其实在国外的资讯 跟国内的资讯 其实是差异 差异太多太多 可是在国外 他们基本上 他们不太去用另类疗法 来治疗癌症 可是在台湾刚好相反 很多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病人 除了西医的治疗以后 他会去找中医 那怎么样让这些中医的一个治疗 不是另类疗法 能够让他有比较好的来辅助病人的癌症治疗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想法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文章里面长期也要去探讨的一个地方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实际上我们带了这么多很棒的医师 很多很专业的医师 他们都需要靠很多的仪器来看病的 那道道应该什么仪器都没有的 那这样的东西实际上对过去的医生本身也是新的一个思维 也是一个挑战 尝试要把你所知所见 来告诉这些可能只有用土方法 用最基本的医学知识的一些乡村医生来授课的时候 这中间还是有一些撞击吧是不是 现在仪器的诊断是一种辅助性的 最基本的中心思想 还是要由医生本身训练过程当中 怎么样去教他们说 怎么样去诊断一个疾病 包括他的 你诊断出来以后就会有治疗 那在 我记得在那个上课 青藏高原那边上课的时候 我就比较重视在所谓的 怎么样用徒手去诊断 然后用清诊等等 是 因为每次我们的计划 像这几年在青海做的计划 除了是你在上完课之后 在年底我还去找一下湘村医生 其实他们的反应都非常非常的特别 因为实际上在谈这个医学环境的上面 台湾的医生对医生之业教育的课程 至少是讨论 他们最大的印象是说 以前他们去学都是人家教他去做就是了 可是我们这边东西是自询 你有什么东西大家一起来讨论 这对他们讲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 同时也对这边的医生的一个处理方式 跟他们传统在中国境内的医生的一个教授方式 完全是两回事 所以他们实在是非常非常把握 如果有机会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从早期18年前在考虑上跑的时候 那时候的一个虫草价格是非常非常的便宜 一根大概只要大概几毛人民币而已 现在一颗要一根 现在50块80块100块的人民币的一个价格 那后来你还是真正有花点时间在你的传言所 把虫草的研究来当一个论文的题目 所以简单跟观众朋友讲一下 虫草到底有什么功能 我想大多大也是觉得到底是它功能体在哪里 是这样子 东虫下草其实就是 它就是零次木的鹅的那个 它最重要那个东虫就是 那个黄色的虫体 然后下草的话就是下面黑色的那个 那东虫下草这个东西 它本身是 真正的有效的 是在那个叶子 就是要指实体 那这个指实体里面 它会有很多的多糖体 是 所以很多人他会说多糖体很好很好 其实多糖体是刺激免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 那但是就是说 多糖体到底可不可以一直吃 所以我们的研究发现就是说 东虫下草本身 它如果是用水溶性的时候 对肾脏是有帮助的 是 然后如果用油溶性或是酒精性催促的话 它是对肺 所以说它是平补的滋润养肺的 是 但是它这种多糖体如果经常多吃的时候 我们的研究发现说 如果我举例例如说 我们就做了三种 一个是吃一次 然后经过一个月后再吃第二次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天天吃 就发现说你吃一次以后 跟吃一个月以后 它的那个免疫那个活化是比较好的 就有比较高 但是如果你天天吃的话 它就比较不好 它的免疫反正是抑制 早期进到一些 像跟着一些比方跟索尬啦 他们去看那个帐篷去行医的时候 看到那个环境 实际上你要看那些当地简摊 而且非常什么都没有的一个环境 没电没水的那种困窘的一个环境之间 对你个人讲回到台北 坐在诊间里面看病 或坐在一个冷气房里面 教授学生的时候 这种环境的落差 你有没有告诉学生 实际上你真的有一点比较 你知道 由来而然产生一个知福的感觉 我们每次在藏区看到那些 就是网诊的医生 配上医生去看的时候 他当地的环境 或是他本身的那个设备并不好 可是在回到台湾的时候 他的这个 尤其在台北市 这种所谓的医学中心的那个设备 都非常非常好 所以其实这个对我们对学生 或是对朱元医师讲 常常会跟他们讲说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 在整个地球上面 能够有这么好的医疗设备 其实是小于百分之一 包括东京 巴黎 纽约等等 这么好的医疗环境 其实是很少很少 那相对整个地球上面 百分之九十九的话 其实都是不是这么好 那我常常会劝他们说 你们要去学 或是要去怎么样看说 在没有这么好的优良的设备 医疗设备下 你怎么样去看病人 怎么样去救治病人 身为一个在西藏当地 做了那么多多年的一个计划的人 他其实真的是 非常的了不起 就是在我们心里面 在我自己的心里面 老师是一个 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人 就是他愿意花他的 把他的青春投注在那个地方 然后花那么多心力在那些的 需要我们关心的人身上 其实我一直非常敬佩老师这一点 就是不管他是他的一些服务的概念 还是他的那个 那个愿意为病人去付出的那颗心 其实我觉得那是非常棒的 现在我觉得阳明大学一些教授们 开头很鼓励学生到外面去看 因为到一些比较络合的地方 就会了解那种环境 才能回到一个医者的本质 因为这样才会对待病人之间 有不同的思维 跟对待这个医疗环境的 所以你是不是也在 借用自己的经验之间 也曾经跟你的 如果是在学医的 或是同侪之间 有过任何的一个 告诉他们说 你的改变的行为的方式 跟你的思维 在这几年的改变 有是不是因为在国外这边 在青藏这边 做了一些很大的一个转变呢 其实我们会特别提到 我们刚刚提到的医病关系 就是说因为在藏族地方 他们的医病关系是很平时自然的 是 就像我父亲那时代 可是现在就比较紧张 经常我们真的碰过 就是会有拿录音笔的 或者在桌子里下这样子 然后拿录音笔 或是跟你谈论很多 然后甚至有的还会说 有律师会在后面撑腰这样子 所以我想这种医病关系的紧张 在现代社会是蛮 但是我想说我们会希望能够在这一次 在临床上面跟这些新进的医生讲 我们就说其实最重要就是你要告知病人 然后要解释病情 然后把它讲得很清楚的时候 你就比较不怕所谓的医疗的纠纷 过去那个18年来在高原上在那边 每年都要凑个时间过去上去一趟 这个对你来讲 刚开始是一个折磨 可是到最后我觉得你很享受 你是在从这个 在这个旅程之间 你反而尝试可以尽量的吸收 尽量的观看 来变成在你现在工作上 或者是在你做任何东西的另外一种 我觉得好像去那边 人家讲是去折磨 不是对你来讲 感觉是一个修炼是不是 对我必须承认 就是刚才前几年的时候 我有点恨你 是我在想 对因为那个高瞻反应实在太难过了 但是而且花掉很多时间 那可是大概几年以后 我就觉得我们互相配合 然后发现这个计划也慢慢在成长 那种感觉是很好的 所以我在后面的几年就把 去青藏高原当作一个生涯规划 是 那这种生涯规划就是变成说 当你变成它生涯规划里面的一部分的时候 你每年回到那边的时候 你会非常的熟悉 然后会觉得很自然 然后很放松 是 实际上我在看《追字》这本书 它续制的方式 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 我后来用一个比较 比较深的一个形容词 就是说早期你在写第一本书的时候 是一个叙事 那这一次来讲 你加进了很多的思维 所以这本书的结构就不是单纯在叙事了 它等于是在处事 就是你有处理过你所看到的事情 把它结合在一起 那这样子的一个书的一个书节诞生 需要是一个经验 需要的很多的一个来做内化的一个工作 那所以也许你从在台北的诊间 到高原的五千工程 他们两个在不停的 我有时候觉得这家伙还蛮幸运的 好像随时有个任意门 你可以跑过去再跑回来 跑过去再跑回来 但是这个方式上 实际上对你两边的一个结合都很好 因为高原上的那些基本的医生们 需要我们这边的一个鼓励 然后给他们新的一个医疗观念 那实际上在这边的一个门诊的病患 或是看诊的病人 也需要另一种豁达的态度 或是另外一种 对生命的一个更透彻的一个思维 那这本的一个 等于是你的处方间之间 你除了刚刚我们所讲的20分钟内容中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 要告诉你的潜在的一个广大的观众朋友 我想其实这本书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说 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 我会觉得说 我接受到很多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的对待 那这种情况下 在不只在病人跟病人之间 或者是说在医生跟病人之间 或者是医生跟医生之间 那最重要还是我们台湾 跟中国大陆那边的 例如说对口单位 像欧药他们等住他们 那我觉得举个例如说 像病人 因为他们知道说 我们在看病的时候 在就像青藏高原那边一样 它是很平时自然的 然后可是你在这边的时候 大家都会非常非常的挤 因为有很多的冲突 在我们诊间里面 可是他们 我常我听过一句话 就是病人就跟病人讲说 你不要在那边急 就医师看得慢 是因为他做得很仔细 那等你进去的时候 你还是会看得很久的 所以这种病人之间的互相体谅 然后再加上 像因为我做西医 那我有很多中医的朋友 那这种中医跟西医 在过去是有点对立 可是我觉得这样 慢慢慢慢用 整合医学的概念的话 这种中医跟西医之间的合作 慢慢越来越看得到 有时候这本书是很特别 我想应该是绝无均有的 因为结合在高原上的一个生活 这么长的一个时间 在台北的本地里面 又要做个医疗方面的 一个思绪的一个结合 还有处世的一个结合 所以我想这样子一个书的 一个最后把它呈现下来 就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 一个时工背景 所以我们当时在想 本来列的一些书名 后来想说 这个书名就跟邱医师讲说 我决定这个书名 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用高原台北青藏棚地 一个高原跟一个棚地 一个台北跟一个青藏高原 那邱医师的处方签 那来谈 这个是不是只有对医病关系的 还有他自己 对他自己处世的一个处方签 我想这个书应该是 有这样的有趣的结合 那两本书写完 你该不会第三本书有规划吗 其实我第一本书写完以后 那是花了15年 然后到第二本书 其实我那天有算了一下 就是我从1996年 我们开始做这个计划的时候 我1996年就开始 做整合医学的研究 中西医的研究 然后到2006年 是在阳明大学 开设整合医学的课程 然后到2013年 这书才出来 所以我从这样算起来的话 第一本书是15年 那第二本书是17年 所以这样算起来 第三本书应该是19年 所以我想或许是19年后吧 当时以为他的下一本书 要很久 砰 马上就出来了 这个是有趣的一件事情 我们拭目以待你的第三本书 也祝你的第二本书 可以卖出很好 也可以很多人 因为这本书也得到很多的书 这单谢谢你 谢谢 欢迎下午同一天 继续收看我们的经典.tv 经典杂志 五月号封面故事 分分合合 印巴梦三国裂变之路 印度巴基斯坦 与孟加拉 三个国家系出同源 独立后冲突对抗不断 若能发挥整合力量 才能找到长远的互惠之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